今天的熱點透視帶您聚焦 網路上出現了一篇PO文爆料 說新竹竹科有一個媽媽群組 想要加入這個群組的話 必須要先省過你的資歷 爸爸媽媽的血精力 雙方至少要有一個人 必須是四大學士 或者是中自輩的碩士以上 如果沒有的話 至少也得待過上市櫃公司五年以上 或者其中一人至少要當醫生 律師或者是公務員 那這個群組還直接寫明了 就是不想要讓低端人口加入 要打造一個高質感的媽媽群組 有竹科太太表示 這超高門檻根本具有歧視的意味 但也有竹科的工程師認為 這篇PO文有帶風向的感覺 好像在黑竹科 看得就很不舒服 不會想要加入這樣的群組 覺得條件超嚴苛 讓民眾認為倍感歧視 因為網傳一份貼文 裡頭提到竹科有一個媽媽群組 想加入門檻很高 因為不想讓低端人口加入 要打造有質感的媽媽群組 所以爸媽學經歷都得審核標準 父母其中一方必須是四大學士以上 或中自輩以上碩士 或者待過上市上櫃公司五年以上 又或是其中一方 至少是醫生律師公務員 沒有亮眼學歷沒關係 至少家裡要創業 持有三間以上不動產 還得有所有權壯證明 加入後媽媽跟小孩要一起成長 還要組團上課 進群組就是爸爸媽媽互相之間 要來把小孩子做比較的感覺 那我不會希望小孩子 在這樣子的環境裡面 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成長 很帥啊 那是不是緣分嘛 爸爸媽媽的陪伴還是比較重要 對這樣的高門檻 多數民眾不以為然 不過也有竹科工程師表示 在竹科工作的人 大約七成都能符合條件 網路貼文的敘述 反而有點想要黑竹科 其實竹科的要求 許醫差不多都是碩士 所以說而且竹科90%的公司 也幾乎都是上市公司 所以說基本上 他設門檻又似乎是不是門檻 所以我有點覺得說 這個網路這個文章 是有點來帶風向 想要黑竹科 媽媽群組裡的高門檻 也讓充滿科技新貴的竹科 而再次成為發燒話題 記者許志謙新主報道